今早這份報紙紅了 多久沒見過傳統媒體 每個人都拿著報紙 就因為寶馬的廣告 它寫著是五 什麼意思? 這個不是新的五系 為什麼叫是五呢? 接著江湖上有很多這些解釋 我現在從我粵語方面的母語 我跟大家說這是什麼意思呢? 很多人說是五系的意思就是是我 又說五系 就是什麼系都不是 其實不是五系的意思 裡面的英文名字叫the I-5 好像這輛車I-5就叫the I-5 就是這個I-5的意思 所以如果是the I-5 這個THE翻譯過來 在粵語的話 就是這個系字 你知道是什麼意思嗎? 所以這個不是系的意思 也就是the I-5的意思 就是五系 好了 這個廣告這麼多 當然是我轉國語 當然是一個很重要的 一部新車全新的寶馬五系 在中國市場做一個亮相 然後這部車是這一系列發布的全新的五系的 應該是性能迷的最喜歡的版本 它是一個I-5的AM60版本 這個車雙電機 然後0到100加速是3.8秒 我之前是在慕尼黑車廠見過這個車的 原來我們在一部AM5上面 就既有連帶的AM5上面能看到的所有東西 在這部車上面都會有 不過主角也不是它 主角這次車展的是國產的長軸距五系 這是一次全球的首發 所以看一下這個車 大概就是這個標準軸距 然後大家要記住這方面的一個曲線 它是個標準軸距 記住這個角度 我們看一下國產的加長以後 它的身材有沒有發生變化 我相信這股車在寶馬展台上面 當然是被受關注的 大家非常關注 兩個首先是全新一代的武器發布 這個車是寶馬那麼多 歷代車型裡面的招牌車 然後這次的招牌車 它出了一個全新的變化 或者說全新的車系 就是I-5了 其實從寶馬的角度 它沒有說跟其他品牌一樣 希望把電動的和油的分成是完全不同的兩個系列 像淨味分明一樣 不是的 寶馬的策略 五系就是五系 I-5和普通燃油版 就像原來我們挑個2.0的 或者挑個3.5的六缸的 就是這樣的一個區別 整部車無論從設計 以及從裡面的享受 基本燃油和電的都是一致的 和進口版本有什麼不一樣呢 當然就是後面這個地方 原來我們知道這個車加長的套路是怎麼樣的 就是把後門加長 對不對 但是這個又帶來另外一個問題 我們的車身看起來就不協調了 不好看 所以為什麼那麼多執著的那些車迷說 我喜歡原汁原味的 我喜歡短軸去 因為那個車身材比例好 但是這一代的5系 包括I-5 最大一個差異是它把整個加長的設計 一直延伸到這個白車身 從這個西柱拐角一直下來到尾的這個位置 你發現沒有這條弧線是連貫的 如果我們兩部車標準軸距和長輸距放在一起 你能發現標準軸距這個地方 它會稍微折一點 而這部車是更偏向於溜背的造型 超過5米2的總體長度 這個軸距超過3米1 所以那麼大一個車身的尺寸 沒有任何的不協調 好了這條是著名的寶馬刀或是拐角 這個拐角上面現在有一個5字 也是表明了新設計語言下面 每個車系的一個身份 而燃油版的和電動版的一個差別 在開門的時候 這個5字會發出優優的藍光 白光的是汽油的 藍光的是電動的 僅此而已 除此以外你在外觀去找設計上面 燃油版和電動版的差距其實並不多 當然前面這個地方 你會發現密封的格山 可能也是一個電動版獨有的裝置 還有一點 現在這個格山和漆系一樣 有一圈這個燈 晚上的話這個雙腎在後面 就會亮起一個非常具有辨識度的 晚上那個效果是超帥的 對了還有一點 我們現在拍的這部 它選了一個M-Package 這樣一個包磚 因為我還沒有拿到一個具體的配置表 我僅僅知道這個i5 它有35以及40的兩個不同的版本 但是這部車它是選了 M-Package的一個小包圍的 所以看起來那個造型比較運動 還有一個 我留意到 發現沒有 它的原來銀色這個位置 這個車還可以選這種金色 再搭這個紅色 有沒有一點鋼鐵匣的意思 坐進加長軸距的i5 它的後排 首先第一個感覺 毫無疑問的就舒服 我們之前有個最早的說法 叫做奔馳開寶馬 對不對 都說寶馬開起來很爽 但坐起來的感覺 它可能不是APP裡面最好的 但其實這個說法 在上一代的5系 上一代的車型 不要說5系 3系已經發生有點變化了 寶馬全方位 在中國版本的車型上面 量身定制 中國用戶需要舒服 所以它給中國用戶的各個版本 包括i5這個版本 設計了全球最舒適的座椅 你看一下這個角度 就很能說明問題了 這個邊上那種 這個那麼寬 我這個人坐進去就好像 窩在座椅裡面的感覺一樣 然後它也是用這種表面 有一個像浮動皮這樣的感覺 坐下去先軟 再稍稍硬 再坐下去承托住 它有很多極的這種 適應的這種程度 所以我坐起來的感覺 真的是好棒的 另外一個中國版本 這個坐墊的長度 也是因應這個車廂的長度 加長了 所以無論我的腳的承托能力 靠背傾斜的角度 腰脫 對吧 這個腰脫 還有這個包裹的能力 新5系的這個後排 我都是打很高的一個分數的 還有一個獨特的裝備 也是中國版本的i5獨有的 就是我頭頂上這個 我要給它打開 是不是很熟悉 在i7上面很多很羨慕 這個超大屏幕 雖然我不知道這個屏幕 有多少家長會允許 小朋友一邊開車一邊去看 但是這種大畫幅的 那麼寬 我真的是很爽 尤其是這個電車 我可以長時間坐著等人的 我那個女朋友 哪怕不用踩碗最遠 你只需要輕輕 這個後排 你都可以輕輕輕 我非常慢 這個定期很高 這個屏幕對了 在海外版本是不提供的 為什麼呢 是因為不是他們不想要 是因為他們的標準軸距 它軸距短那麼多 這個可能那麼大 就出臉上了 這一點我想也是 中國版本用戶的一個小驕傲 還有前排靠背 這個地方你也看到一些預接的接口 除了寶馬原廠有 後市場也有很多的 可以加裝 插進這裡就可以使用 好 坐進前排 也是熟悉的現在寶馬的那種風格 它有個帶曲率的這種屏幕 這個屏幕不是一個整個屏幕 它是稍微有彎曲的 這個當然成本就會比整個屏的要高的 還記得那句話嗎 浪費是豪華的一種表達方式 這個屏幕稍微歪一點 就會有這種傾斜的感覺 寶馬不是說駕駛是一個主角嗎 能表達這個觀點 另外一個也讓這個車廂 那個感覺會有一點設計的氛圍 還有這條燈帶 也是新陳很著名的一個特點 它帶著一點水晶的這種質感的 你看這裡是可以這樣去調的 帶出磨瓶 是空調的出風的方式 並且和漆系一樣 這一條燈帶是氣氛燈的 一個很重要的一個組成的部分 它的顏色是可以隨時變 什麼顏色都可以變出來 並且可以根據我們車上的一些 其他的一些功能 例如包括一些側面的提醒功能 或者各方面的 都可以通過燈雨 去給你表達一些警示的功能 它都可以通過這個去表現的 晚上你坐進這個車廂 是相當流光溢彩的 整體這個車廂的氛圍和氣息的差距 其實並不大 你再看一下門邊板的這些布局 它已經變成了一個觸控面板的這種方式 它不是實體按鈕的 但是放心的什麼 無論是我的反應的速度 或者說我視覺上面 我清晰的那個程度都是很棒的 很多車它變成觸控以後 用起來就沒那麼方便 但這個i5你不用擔心 這個既有質感又好用 這個新車的一個特點 我想讓大家很多人關心 現在很時髦的功能 像輔助駕駛 續航各方面的功能 其實這個車的一些 包括具體的配置裝備 我現在還沒拿到 但是我僅有的消息是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 首先它輔助駕駛 目前它是可以達到不帶激光雷達的情況下 宝馬最先進的 最前沿的技術 在這個車上面全面搭配 同樣的這套硬件版本的標準 在歐洲市場 它是可以實現L3級別的自動駕駛 而只是因為法規的問題 在中國市場 它只能達到一個L2Pass 不是能力的問題 是法規的問題 什麼時候這個法規也可以的話 這個車是可以 實時切換到L3的這種自動駕駛的 先不用覺得可惜 像L3遲早就很快去開放了 但是如果你買了這個車 選了L2Pass功能的話 有一個很有趣的功能 我建議大家 哪怕去試駕車的時候 也去體驗一下 如果你開了有L2Pass的功能 在高速上面去行駛的時候 前面那個車開得慢了 這個通常怎麼辦呢 你可能會自動去打燈 你去變道 但是最新的i5 它可以給你提供一個選項 邊上那條道 它覺得可能會快一點 它會給你一個選項 在HUD或者其他方面去給你提示 你要不要去變到那個道上面去 如果你需要的話 不用按鈕 不要語音 你的眼睛看一下就行了 眼睛看的過程中 裡面的攝像機 就能detect到你的瞳孔 OK 我知道你要變到那個道上面去了 馬上就給你實施了 所謂的人車共駕 它不會自作聰明 也不會反應遲鈍 但是這種人和車之間的溝通 一個眼神就搞定 你說是不是很過癮 然後具體更多的版本就是續航了 這個車的續航 目前我所知的 可以達到700公里左右的這樣一個續航 不用擔心 寶馬在商店方面 以及能源管理方面 或者說它續航的扎實程度方面 絕對是有口皆非的 你去馬路上問一下 現在那些i3跟i3那個車主 可能那些車的先進功能 包括車廂氛圍沒有這個好 但是在續航方面 和它和你一樣同樣的驕傲 所以大概就是這樣子 我也很期待這個車 到時上市以後 它那個價格是怎麼樣的 尤其一點很重要 就是i5它不是一個獨立的車型 它是整合到整一個5系的大家族裡面 同步上市 不再分什麼油 不再分什麼電 它就是5系家族裡面不同的這種 動力提供方式的選擇 我們之前爭論什麼 油改電 電改油不存在的 兩種的能源 從設計的原點開始 就全部被考慮到的 所以這一點大家是可以放心的 猜一下 近猜一下 你覺得這個車要賣多少錢 你會覺得心動呢 假如油電可以做到同價 或者說差不多的情況下 這個車目前類似的裝備 或者各方面的 你會挑油的版本呢 還是挑電的版本呢 如果你問我 我可能喜歡它